欢迎每天一起读圣经 一天一章 装备属灵生命 在上一章,也就是第十章,就谈到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所衍生出来的国家或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生活的疆界和领域 但是我们在第十章也看到韩的子孙 宁露创立了一个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庞大帝国 他在两河流域的南岸建立他的帝国势力还不满足 继续用武力向北边,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北边侵略 而北边其实闪得后代居住的地方 因此我们看见神并不喜悦 神喜悦的是,这些挪亚的后代在神赐予的各自的领域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但是上帝并不喜欢依靠武力和暴力建立帝国 以及这些用暴力武力侵略他人生存空间的事件 从亚当到挪亚的人们经历了 创造的祝福,犯罪的堕落,上帝的审判,拯救而重生 但是很可惜,从挪亚的后代族谱来看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们又开始离开神给我们的护照和命定 去追逐世俗的成就 接下来,他们又在计划犯什么罪,而最终神又一次介入阻止呢 我们继续往下读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再是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河塔 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闪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萨 闪生亚法萨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伍 法勒生拉伍之后,又活了二百零九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伍活到三十二岁,生了西伯 拉伍生西伯之后,又活了二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岁,生了拿赫 西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二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生了塔拉 拿赫生塔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儿养女 塔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 亚伯兰,拿赫个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兰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 撒兰不生育,没有孩子 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 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兰 出了迦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阅读 在本章的经文的第二节提到人们向东边迁移时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伊甸园大门口是在东边 让我们回想起在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 就是从东边出去 该隐杀了弟弟亚伯 被耶和华进一步驱逐的时候 也是往更东边过去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现象 就是感觉越往东边 就离神越来越远 似乎有一个属灵上的暗示 在经文第三节第四节 让我们看见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强大帝国 他们想要为自己建造更强大的势力和文明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同时 他们想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塔 然而 建塔的目的是为了传扬自己帝国的名 而不是为了宣扬上帝的名 这让我们看见人类再一次想要往天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 在第三章的时候 亚当夏娃受到蛇的引诱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如神 一般能知道善恶 所以他们就和魔鬼邪恶势力连接在一起 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到神 到天的那个境界 那么 在本章的经文里 让我们看到 人类又想要壮大自己 要盖一座塔 要再一次让自己好像如神 如天一般的 来宣扬他们自己的名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越来越狂妄 越来越不把神放在眼里 第五节到第八节经文 让我们看到 神不愿意看到挪亚后代们 又走回被逆神的老路 所以 他就通过辩乱他们的语言 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阻止了他们建造通天塔 免得他们所犯的罪越来越大 经文让我们学习到 人团结在一起没什么不好 但是如果人团结在一起 是为了被逆神 或者人类团结 是跟属灵邪恶势力来连接 那便是灾难 在本章经文第十一节开始 所记录闪的后代 让我们看到 洪水过后所出生的人 他们的寿命明显开始下降 从经文我们也看到洪水过后 人生孩子的年纪 也明显提早了 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的历史 掌握在神的手中 因此 有时候人骄傲自大 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或者政权 当他骄傲不把神放在眼中的时候 神就会摧毁他的帝国 神就会使他原本自以为坚固 团结的帝国和政权 神会混乱他们的向心力 会混乱他们之间的心思意念 让这个政权瓦解 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政治 文化 社会 或者我们个人的事业 如果骄傲自大 不把神放在眼中 只一心想成就个人的 或者集体的霸业 这些神都会处理和修理的 因此我们真的要谦卑 要敬畏神 做任何事情 都要想着荣耀神 亲爱的天父 愿我们永远在你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 愿我们永远在你面前遵你为大 主我们看见人类不止一次的想要自以为神 想要通天 主你都会来拆毁这一切坚固的营垒 都会拆毁这一切不是从神来的计谋和诡计 主愿你的公寓彰显 愿我们在你面前永远敬畏你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